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飞哥 您怎么来了 天飞飞的基本资料和照片 都已经发到那个 火热站呐 飞厂 轮渡 反正你能想象到 所有的交通处口都发了 难道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消息 几天没回家了 几天没回家了 文管 小伯爷 我帮你定着 我不用 行了 别装了 赶紧的 赶紧回休息 我帮你盯住 都真走了 我回来其实废话了 行了 赶紧的 走吧 回去好好歇着 好 走了 一闻就知道 就在那儿想什么哲学呀 想人生啊 是吧 我在想 陈哲刚才说的 可能是对的 如果人的行为和命运 是可以被操控的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即将做出的选择 会给他们带来 完全性的毁灭的话 如果这个世界 真的变成了 犯罪 必将得到制裁的话 他们还会去犯罪吗 如果没有犯罪 没有当年的强奸案 罗家海不会死 沈相不会死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难以置疑的心理重伤 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 PTSD患者 照你这么说 犯人抓到了 正义没有实现的主要原因是 法律给的恐惧不够大 是吧 只要人不敢去犯罪 争议就实现了 是不是 这是什么 回答我 这是什么 枪 对 枪 我抬尾 郑重声明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一律跟方木没有关系 我一概不追究 开枪打死我 开枪 没事 我刚才都录了音了 你不会有罪的 你没事 来 开枪 你有病啊 你有病啊 你现在不仅有犯罪环境 你还有犯罪工具 但你为什么不开枪打死我呢 很简单 人是有情感的 是活生生热乎乎的东西 正义绝不是让人不敢去犯罪 而是不想去犯罪 而是不想去犯罪 正义是摸不着看不见的 但时间已久了 你会看到他接出来的故事 没关系 没关系 来 大安 田晏菲十六岁那年去的美国 大安科显示 他的初中高中是绿腾四中绿腾一中毕业的 但我去两所学校吵死人呢 吵死人 大安 大安逗假 大安逗假 我找他那个粉丝会员会的那个会长 你小孩正按摩呢你知道吗 让我给逮着了 他跟我透露就是这种学校毕业的 关于大安逗假 他说他也不错 哎 你们找谁啊 警察 我们找校长 哦 好 好 不用找了啊 我就是 喂 校长 咱这怎么回事 上班吗 那是班家呀 挖门了 学校这几年没有生源 这两栋房子都养在 九十年以后 三年内的毕业者都在这里面了吗 都在了 我瞒你们说啊 我们学校每一届毕业生的名字啊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刚才你们说的那个田飞飞啊 好像没有这个人 好啊 来来来 咱那个您好好想想 好好回忆一下 是不是弄错了 或者是记魂了 不可能 因为我这记性 不可能 撤了 好 走了 台北 嗯 我找到了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人 谁啊 山宝强吗 这不 哎 怎么了 你们在说山宝强哪 你们认识他 哦 这个人是谁 啊 知道吗 分国姓 哎呀 你身保抢特别好 天天 混合在一起 奥数他们俩多拿了今天 还要指望他们 能考个好成绩 没想到这个分国进来的 关键时候 考试一周前 他生病了 结果 什么都没考 哎 那您知不知道 现在这人在哪儿啊 没想到 这我就不太清楚 那么多年了 当我记得 他什么都没考试的时候啊 他就随着他父母到外 一直没回来 错了 错了 好 玩具群毫无意义 高胡刀 高胡刀才是提示 不是他 不是他 那会是谁呢 对 应该是这样 台北 他就是他 他他他他 谁啊 名字 没时间解释了 全城通缉分国姓 他要离开中国城市 好 您好 身份证请出去一下 我们自己开心拿好 你这个去这边 好 你去这边 我用这幅画给她制造了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 只有在那里她才可以安稳地设定 各位乘客请注意 铁骨之计 太美 去国际出发国 请进入二十二号 请进入转飞机 鸟 请出声音声认得你牌 鸟眼睛摘一下 你的转集结束了 不回去了 就是她 天飞飞 你的意思是天飞飞就是风火星 她衣柜的那些东西还有提取到都是新的 那些不是用来用的 而是用来收藏 纪念 欣赏 而且深宝强的爆料也不是空穴来封 那是因为她一早就知道 天飞飞就是风火星 这也许就是深宝强必须死的一个理由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十二人 你们立刻放我走了 天飞飞 这里很安全 比玻璃玫安还是安全 我是 教你天飞飞呢 还是封国新 封国新 谢谢 封国新 你小时候一定经历过什么事情 才让你有心思的转别 这些年来你把命 直到前年才送美国回来 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 援受着暗无天日的沉沦和痛苦 甚至还求别人抹出记忆来逃避 但是冯国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之所以是你 那是因为不仅有现在 还有你的过去 最重要的 你还有你的未来 可以说一下 你和沈宝强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十三岁的时候 正是性懵懂的当口 我常常找计划生育的手册来看 还总跑到图书馆 翻各种人体素描的画册 反正满脑子想的都是内档的事 那个时候沈宝强也一样 也害羞 我们经常做到一起研究 更多的是开对方的玩笑 有一天上学的路上 是宝宝强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白色的胸罩给我 说是路上捡的 我当时一下就懵了 我没有想过 我还能碰到这样的地方 那天在学校 我把那个东西放在抽屉里 不停地摸索着 这些两色不一样的地方 到了下课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跑到厕所 把自己关在格子尖上 闻它的味道 感受它的触感 最后 那天奉学回家 春宝强就老在那儿怪笑 他就在那儿问我呀 你开不开心呀 你说我不说呀 我就把那个薰照还给他了 他就跟我说出了 那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一句话 他笑着对我说 你不用还给我们 那本来就是你家的东西呀 然后呢 我怎么会是吗 他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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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看我妈的眼睛 我感到羞耻 我变得沉默了 我痛恨自己脑子里 一想过那些事情 我痛恨我自己的身体 我痛恨我自己那个 不为 我后来离家出走了 在一个桥洞底下 拿石头 把他 擦烂了 我本来是想去死的 可是我妈找到了 我妈就得了热病 去世了 再然后 我在唐人街的一个网友 老会客串 那儿的一个星探 发现了 带我去做了 变性手术 最后 就是你们眼前的田飞飞了 一个著名女星 我整整隐藏了十年 当我回到绿藤市 做宣传的时候 压根就没想到 我会碰到沈宝强 我更没有想到 他会认出我 还写了那篇文章 所以 你 决定杀了他 我说了我没有杀人 至今为止 我只杀过我自己 我没有杀任何人 我只想消失 我只想消失 不是 不行吗 山宝强的录音内容 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快乐 快乐快乐 现在看上我的眼睛 你会陷入更深层次的瞬间 在你醒来之后 我的话 会全部成为你的起义 十年前 你钻进了太迪胸的肚子里 然后对一个女孩狠狠地暴露过去 知道了吗 这个女孩的人生被改变了 她惧怕所有的猫肉玩具 她开始变得羞耻 不敢和任何人交流 而这一切的最坏活生就是 这一切的最坏活生 这是一场实验 一场灭绝人性的实验 一场把人当畜生的实验 而你 就是当时这个实验的执行者 九华长 实验 这 这什么 好像是催眠 那这凶手也太厉害了 神通广大呀 又会黑客想拱那拱那 然后还会催眠 就是 多人犯罪的可能性很大 又是黑客Q小姐 又是催眠师 所以田飞飞的确不是凶手 田飞飞之所以不是凶手 是因为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手里还拿着一个毛人玩具 而这个真正的凶手 应该是恐惧 包括我就喜欢这里的东西 这绿酒色不错呀 好美呀 这水也好凉快呀 对呀 你怎么掉头发来呀 这 这头发不是我的人 不是你 好美呀 我х你 对她的 如何 моз 達哥 仔细 这初步的事情报告 死者叫李天奇 今年二十四岁 发现的时候 由于长期泡的水体尸体 已经开始腐烂 所以判断不出来死亡世界 发现他的是一对情侣 都在那边做笔布了 一会儿看要没什么事 给他们放过去 那边是个流行点 怎么会选择在这儿跑尸呢 哥 我不觉得是在这儿跑的事 人想 泡尸一共分两种 一种呢 是为了暴露尸体 所以这种是比较有挑衅性的行为 另一种是为了隐藏尸体 选这地儿当不当 重不重呢 你也看见了 身体上多处擦伤 划痕 可能是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 撞击石头所形成的 所以到现在我们分析 答案只有可能是一种 哥 你看啊 这水是活水 这水的源头是一个地下暗河 绕过这个龙尾山之后 变成了地上河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上游泡石 看这划痕 行 有进步啊 分析得条条是到了 谁还不得成长呢 别骄傲 拉倒 放牧分析完 塌点 挖挖一顿背 是新来的 你是不是会找的你 行了 行了 别闹了 放牧呢 好 现在呢 在我面前的就是龙尾洞 这个洞形成大概有四五百万年了 它是一个大型的冲水溶洞 暗河部分长约有六千米 平均水深是一点五米 最深的地方呢 有八米 主要由暗河 溶洞 峡谷组成 景点有天生三桥 黑龙潭 士学 大峡谷等 现在大概有三千米的暗河 已经开发完毕了 估计等到下次大家再来的时候 整个工程应该已经完工了 这几天住的还习惯吗 这几天住的还习惯吗 习惯 赵大姐和周老师都特别照顾我 比家里好 你呢 你就说这几个月的记忆被抹掉了 但之前的记忆都还在 对吗 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的家庭很奇怪 我觉得我爸就不应该娶我妈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妈妈跟别的叔叔 关系不一般 后来我爸知道 胡活被气死了 很多时候 妈妈跟叔叔在房间里 反锁着门 我放学回不了家 就只能蹲在门口 无聊地看那些男人的鞋子 猜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我有了一项特殊的本领 那些男人出来之后 我发现我猜的和他们都差不多 你可以考虑一下 以后当警察 足迹鉴定 其实我觉得 这两个月的事情记不起来也好 如果是一些美好的记忆的话 就算了 如果是一些不好的记忆的话 忘了反倒是一件好事 好 好了 我送你回去吧 该吃午饭了 你的 你别哄了 快走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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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呢 你呢 死者名叫李天琪 今年二十四岁 两年前来到绿藤市打工 一年前被报失踪 死因是因为溺水 这是现场照片 因为长时间的浸泡 导致尸体已经腐烂 所以我们只能大概地推断 他的死亡时间是在一周之前 在尸体的手腕和脚踝处 都发现了很多的 被绳子捆绑过的痕迹 所以我们断定 他在死亡之前 一定是遭到过绑架 而且 根据法医那边刚传来的消息说 在他的腹部 发现了 手术刀划过的刀痕 和缝合的针线 这只能说明 死者生前刚刚怀孕 但是奇怪的是 不把李天琪的信息 放入数据库进行了比对 发现在一年前 李天琪的室友曾经报过案 李天琪失踪了 我们走访发现 在一年前 李天琪并没有怀孕 这又是一级少女失踪案 你们说他会不会和刑纳失踪案 是同一个犯罪组织所为呢 非常有可能 我们发现李天琪失踪之前 曾经也通过招聘公司 递交过简历 但是在一年前 这有关系就已经逃避了 敏南身上抛肤闪的刀口 和李天琪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并且他们的手腕和脚踝处 都有相同的泪痕 虽然有些坚强 但是现在有李游怀疑 敏南和李天琪 还有许娜 他们遭受的 是相同组织绑架 但是 敏南现在失忆了 有个办法 可以试一下 挑一个你喜欢的吧 有没有小熊威尼 我喜欢小熊威尼 不好意思 下次再给你准备 这个请适合你的 对了对了 这陈哲这么年轻 活儿行不行啊 当一个人 遭受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他就会采取防卫措施 出于生存本能 他会隐藏过去 所受到的伤害 我们通过催眠 可以意识意识 并与潜意识进行交流 其实 催眠的技巧都是其次 最关键的是 有没有真正要治病救人的觉悟 很显然 陈哲映 你是不是曾经 被别人绑架过 我都忘了 你现在的状态 不太适合做随便 然后 下回再来 自己都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别那么浪 别那么浪 好 好 你怎么会成啊 扔了 扔了 快点快点 别挂头 别挂头了 快点 我擦了 别挂头了 别挂头了 没挂头了 快点快点快 挂头震雷 好了 开始了 我们先离开这儿 待会儿会有结果 好 快乐 快乐快乐 你会进入到 更深的睡眠当中去 接着 我想请你进行 三次较深长的呼吸 快乐快乐 现在看着我的眼睛 你会陷入更深层次数量 在三次深呼吸之后 你会感觉到长个身体 更轻松 更舒服 身心 非常的舒畅 一 二 三 三 现在 你来到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是一切事件的起因 你慢慢地告诉我 你来自于哪儿 牡丹江的一个 网吧里 那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城市 一个网友 约我来 与同事见面 你见到他了吗 柄 一 你 二 都有 别怕 你很安全 这只是你的梦 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 你也不愿意 别怕 别怕 你现在马上开始醒来 你的眼皮越来越松 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控制 你的面前将有一道光 在我手上 他会带你离开梦境 一 二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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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别怕 还可以 你走 你走 喂 张医生 刑之三病情反复了 经过了我们刚刚的权力强求 现在基本已经恢复 事发突然 现在才能控制 幸亏没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 不过今后的情况可就受不住了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他拒绝回忆和过去有关的任何事情 现在唯一能知道的 就是他曾经被关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 他被靠在那里无法动弹 他晚上睡觉 不敢关灯 也是这个原因吧 很可能是这样 能不能继续催眠重要 催眠不是打针吃药 如果继续刺激下去 患者可能选择 把潜意识永久逼合 这样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好吧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也许可以 创伤场景还原 crim选择 你 这 都是 快走 别管我 别动 川老师 川大爹 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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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等等 我是被一个人救出来的 那个人的手臂上有块纹身 他胳膊上有一片日式纹身 他说让我去偷一个公共浴室门口的摄像头 九华城 九华城 他说四号 九华城 三号 九华城 九华城 五楼 请帮我催眠 在这个案子里 就像你说的 选手显然是哪准的受害者内心 最柔转 或者最恐惧的地方 所以我想知道 深入一个人内心的铺刊 催眠到底能达到什么地步 你要想好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 每一次催眠 都可能带你再次面对 人生的内心深远 那是敌人 这是敌人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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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催眠可以帮助你放松身体 更早地进入睡眠 更多人害怕被催眠后 被骗去做坏事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担心 潜意识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部分 他的行为准则是快乐原则 睡个好觉吧 兄弟 好的 我们下来 yap 看看 君 过今 已经